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再给您介绍一个新的基础课程 什么课程 大家看我的标题 马卡当入门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课程 因为是这样 自打web 2.0开始 有一个单词 您肯定听说过 叫做UGC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户产生内容 各大网站都提供这种UGC的服务 比如说博客 博客是最明显的UGC 让咱们帮帮帮帮写自己的博客 对不对 可是在写的过程中 发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 如果说它开放所有的权限 让咱们可以使用所有的HTML 使用所有的杂合脚本 首先说用户水平得提高 起码你得会HTML 你得会简单的杂合脚本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网站 它把所有权限都给用户开放的话 那么网站的安全就会有很大的隐患 可是咱们就想编辑出非常好的文章 网站又不会给咱们开放所有的权限 这个时候该怎么平衡 就用到Markdown的技术 首先咱们看看什么是Markdown 盖药 为什么要用到Markdown的技术 是因为 大家请看 Markdown 它是一种可以使用普通文本编辑器 所编写的 大家注意看 标记语言和HTML一样 对不对 然后它通过简单的标记语法 就可以使普通的文本内容 具有HTML的格式 非常简单 换句话说 比如说我有一个博客服务 但是呢 我就不懂HTML 那么怎么办 我只要懂Markdown语法的话 因为它的语法非常简单 没有之一 我只要懂Markdown语法的话 我也能编辑出漂亮的网页 没有问题 OK 那今天咱们就学习一下 首先咱们看一下Markdown的官网 把这个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它的官方网址看起来非常不像官网 但是它就是官网 好 那试试 拷贝过来 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Markdown的官网 大家请看 它这规范还是2004年12月17号的规范 非常的古老 但是呢 就非常的稳定 满足咱们所有的需求 几乎所有的需求 好 咱们看看 这是它的基础语法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呢 推荐您 如果是英文不爱看 没关系 我会给您讲到 咱看这个地方 它给咱听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工具 在线Markdown 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可以简单的去试一试Markdown语法 我看啊 它右边给咱听了一些例子 我再敲点我自己例子吧 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要编辑一个门户网站 咱们可以用简单的Markdown语法 用这加号列表语法 编辑一下 比如说我的网站是门户吗 我要有一些个内容 比如说三个内容 主页 新闻 包括这个体育 都没问题吧 相当于这个网页 什么各大网站都是一样啊 然后 这个语法 大家注意看 它是Markdown的语法 我这么编辑完之后 需要通过一个中间的渲染器 把它变成HTML 怎么变 大家请看啊 这里我点了Convert 大家请看 它把上面这个加加加变成什么 变成了UILI 列表 这就是Markdown好处 那换句话说 我作为用户来说 我不必学习下面的HTML 我只要学习上面非常简单的Markdown语法的话 就能够编辑我的主页 编辑我的网站 而且现在呢 基于Markdown的很多的这个 CMS内容管理系统都出来 我觉得这个语法非常非常常用啊 所以说我要做这个课程 推荐给您 然后 对于这个成员朋友来说 您不掌握Markdown的语法 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农啊 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员 好 另外 咱们再看啊 这个Github 因为这个开源社区最有名的是这个Github 对不对 它就支持Markdown语法 这下面呢 是它的一个cheatsheet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兴趣朋友呢 也可以参照 换句话说 咱们使用这个Github 或者其实跟看中国也剩 看中国也是支持这个文法啊 Markdown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它里面的文法写的非常的详细 我呢 大概按照这个逻辑去给您讲啊 比如说这个 如果今后 如果咱们生成这个图片 如果引用图片 如果做表格 我都会给您讲到 OK 好 那咱们看一下 如果学习我这个课程 需要什么技术知识啊 就一个 会一点 会一点 不用精通 会一点 听说过就行 HTML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脑海中要意识到 我的这个Markdown的标记 今后会生成什么样的HTML 如果您有这个意识的话 那么就会更加 完美的使用Markdown语法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开发工具 开工具和以前一样 我手推VS Code 因为我的课程 99%都会用到VS Code 所以说 今后课程呢 我也会用这个 给您讲解Markdown语法 同时 大家注意看 因为是这样 比如说我用这个 看中国的博客服务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编一篇文章 我写一个博客 我在那里面 记上Markdown语法的话 我也在那个里面 用开人中国的Markdown渲染器 能看到结果 我觉得那个还得使用 这个online服务 我先不这样做 那么呢 我怎么在这课程中 去引用Markdown呢 去渲染Markdown呢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个预览工具 这个预览工具就是 大家请看 Clone 外加Clone 一个插件 叫做什么 大家请看 Markdown Anywhere 我用这个工具呢 来渲染本地的Markdown的文件 怎么做 今后课程中 我会给您讲到 然后呢 我的视频计划 和以前一样 每一个视频的 包括一个知识点 一到两个吧 控制到五到十分钟之内 然后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 看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餐照 然后我的主页呢 是这个地方 我也会把我的最新的 课程信息 包括这个 其他的视频信息呢 都会放到我的主页上去 供您下载餐照吧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我 OK 这就是我Markdown的第一期 从第二期开始呢 咱们就一起学习 这个标记语言吧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